大家可以看一下後段這邊 這是它的特色 它上面有一個球形的一個球座 它表示什麼 表示我當我在做一些拍攝的時候 它可以調整一些角度 那它一樣是彈簧這種伸縮的 那最主要是剛才我忘記講的 就是這兩個手機夾座呢 它都是屬於全金屬的 所以基本上它非常的耐用 它也不怕說你在使用的時候會有一些碰撞 它就會壞掉了 它基本上它在使用的時候是非常方便的 那它的夾力也非常的強 那我可以自由的去調整我要的角度 甚至如果我今天要做一個撫拍的動作 那我可以調整成一個像這樣子的姿勢 那我再搭配剛剛我們所示範的那個腳架 那我們就可以在底下做一些 比如說一些手工藝啦 或是一些我們在直播的時候需要做的一些動作 它非常的方便 那這個球形來做就可以一樣 角度上面可以非常要直拍橫拍 各種的傾斜角度都可以調整 那以上呢是我們介紹手機部分的佳座 然後再隨便看 然後再隨便看 然後就換了兩個